Coco早餐 Coco's VIP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时间是8点11分36秒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Head FM联播网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9点 各位播出啊 今天是10月31号啊 10月31号是 我们以前小时候是讲功华诞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前任的副总统吕秀莲 吕副总统长 Coco早 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副总统加入在土城 要来到台北市其实也要比较早期 辛苦您不好意思 不过现在要参选 你大概就 不会了习惯了 习惯就好 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吕副总统已经在上个礼拜的周末 宣布正式要参与民进党的初选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而今天呢 很快的副总统已经把他在参选的一些政见 比方画不可能为可能 台北安全吗 还有这个台北 这个是 这是参访护照 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维生了 我是希望参选也应该有社会责任 要提升整个选举文化 所以我这次希望说 我既然要选台北市长 我首先尊重我们的市民 如果市民跟我一起重新来认识台北 它的美丽在哪里 它的哀愁在哪里 不怕在哪里 那我们一起来改造 所以我11月中就会退出 台北 这样的一个 选了八个点 有古早台北 科技台北 文化台北 绿色台北 你是要带着这个 对 选民啊 民众一起去玩 对 也有兴趣大家一起参加 我们去参观 然后最后 全部看完以后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 联邻座谈 你看到台北 哪里是好的 哪里有待改进 OK 这是你的 等于是你参选的一个 这个 像国外的 参选活动 Town Meeting 对 那我再加上一个 大家一起 来吧 用我们的眼睛来看台北 用我们的心来想未来的台北 OK 所以副总统已经是 充分准备好了 来参与这个台北市长的初选 我一向是谋定而后动 所以你这个不是青菜共共 一开始大家以为你说着玩的 这是假戏成真 还是你真的一开始就 就已经做好准备 要投入这一次选举 应该也不是这样讲 是我在推动环保 希望大家注意 所以还有台北安全吗 一系列的座谈 我到办了五场 然后还推广 我们要用这个公投 来阻挡核四 庄田燃料榜 我从新北市做提案 后来台北市也提案 在这过程当中 我是一里一里去拜访 已经做礼民座谈 那也发现说 好像大家想象中的台北市 满脑子充满101的光彩 但事实上你真的到基层 有很多社区那种破旧之堪 超乎我们一般人想象 所以有人建立民权 然后我就渐渐觉得说 台北市不应该只有这样 台北市享有全国最多的资源 台北市可以更好 那在这里就自然 民进党人就会谈到说 下一次民进党能不能把台北市 赢回来 大家普遍没有信心 就说台北要怎么赢 很困难 因为我发现不对 所以我才激励大家 我说我们台北市像一只鸡的鸡头 你鸡头被斩掉的话 很可惜 我们一定要改变形态 我们一定要赢回台北 我是从这个地方激励大家 反而是想激将 所以我是说要选台北 要很严肃的心情 有必胜的决心 找出最好的候选人 从这样一步步 那我为什么这么晚宣布 因为我去拜访了党内 我认为分量够了 比较可以 结果他们都很明确跟我讲 他们没有这个计划 所以后来我才说 你才自己选 您刚刚讲到激将两个字 这个而且是有拜访 提升全党的事情 所以您本来是意思是希望 比较你认为所谓的将 蔡英文前主席跟苏贞昌主席 能够出来选 对 他们两位你都拜访过 我都拜访 他们都亲口跟我讲 他们亲自说他们不要选 他们不会选 你有没有指责过他们 没有责任感 我没有权利指责 我只是跟他们交换意见 他们也同意台北市很重要 不过种种原因 苏主席当然他说 我这个701的选举 七合一 对 七合一的选举 已经忙得不得了 这可以想象等等 这是苏主席的 对 蔡英文主席呢 他为什么不选 他说他 早有另外 我倒没有讲那么明了 不过他说他早有规划 对 他等于暗示你 他规划2016要选举 所以不选这一次的台北市 我想他也不会跟我暗示 也不需要暗示 重点我要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要激将 要叫可能这些大头们 你来选 结果你访问了他们 将大概就是最重要 就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都不选 所以现在你决定要参选 还有谢主席 你也跟他讲过 谢主席就过了 对 然后游戏公司院长 他已经表派选新北市 所以我衡量的结果 我觉得 起先我并不是说 我自己要选 但是我也经过审慎的评估 那到最后 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 OK好 这个过程 这个说清楚了 这个因为一开始 大家真的 我们听到消息 就是说您希望能够即将 让这个 对 没错 但是为什么 隔那么久 我确实 里数都进了 那意思 你问过这些大头们 他们都不选了 所以你选 对 跟他们交换过一件 我请问您 您跟陈雪扁总统有交换过一件吗 你要参选这件事情 我没有主动跟他谈 有一次去看他 他自己很兴奋的提起 他就说 菲律宾的首都 马尼拉的市长是谁 你知道吗 所以显然他还是能够关心很多事情 是他主动提到 当然我也了解他 因为不是他的医生 就是他的律师的好朋友 所以我跟他说 你最好这件事不要表态 因为都是好朋友 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柯文哲顾立雄 什么的关系 所以你 对 我不要为难他 你让陈雪扁总统不要表态支持你 我说不必 你最好不用表态 他也没反对你选吧 那当然不会 那当然不会 可是 因为别友会全部支持我 现在台北的别友会是支持您的初选 可是副总统 这个您是一位前任的副总统 做了八年 还做过立法 你在党里的这个目前的地位 因为陈水扁前总统已经在台中 而且他是一位囚犯 所以在民进党来讲 你现在大概是卸任里面 就是最高的一位 你要参选 唯一担任过八年的副总统 对啊 唯一一位 因为我们的副总统 都只有四年 对 那你要参与民进党的这个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 民进党应该是求也求不得 赶快拜托征召你来 为什么还要 苏主席还对你这么不礼貌 这个让你去跟其他这些后辈一起做这个初选的这个参与 你不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并不尊重你 或者某种程度上对你来讲 我讲的 我在旁边看 我觉得这样不是羞辱我们的吕副总统吗 这么高的地位 我倒就不是这样讲 你不认为吗 第一个没有人会想到说我愿意下来选 所以他们征询很多没有人会想到我会选 我也说我不是一开始就要选 我常常是说在最需要我的时候 做最需要我做的事情 那的确我看到今后十几的演变 明年的选举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选举 可以让全部的地方政府更新 那这个关头台北市 我们从已经十几年没有赢过 只有赢过一次 就两届了嘛 对我觉得台北市非常重要 那在判断不容易赢情况之下 我就觉得还是需要我 那我过去各种选举从来没有一次说对我有什么好处 选副总统也是阿边找我的 选回去选桃圆县长 如果没有刘邦有的命案 你也不会去 也不是党征召 我觉得所以我基本上是就我个人我大可不必 包括卸任李毅就就如果当选他 卸任李毅也就解消 对我个人没有好处 好我的意思是说 以及民进党主席或说民进党这些大头 因为前任副总统说要来来参与选举 你就应该让排除别人 就让吕副总统作为民进党的提名人就是了 为什么还要周周周周周周 让你去跟那些年轻人一起去进行参选初选的征战呢 这就是民主了 这就是民主了 可是连克文哲的问题都不替你解决 那如果一旦把克文哲放到里面一起 不是应该这样讲了 我是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民主素养 才能够期待一个民主政治 如果我自己一开始就想要权贵 也要什么什么的 不管叫做博爱做 我叫做什么特别做 那我就没有资格 你讲了有趣 所以你说你要公平竞争 那一定是怎样要尊重体质 我向来都尊重体质 如果一旦你在初选 那至于说党会怎么 其实党还没有时间处理到台北 因为昨天总算两个县市 明朗花 云林 那云林是经过整个程序出来 那么台中就是苏家权先生 他愿意退选 那我觉得他还有几个县市处理好 最后才会处理台北 所以到目前其实党中央都没有任何机制在进行 反而我觉得 我觉得说 我应该几个候选人也都大家都好朋友 柯一是比较不索 不过他来跟我聊天 我们都聊得很愉快 我就提醒说 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要说媒体这样抱来抱去 在他一紧张变成敌人这样不好 昨天说什么柯文哲太太说 拜托你不要排挤他的先生 有这回事吗 我没听到这样 他没有当面跟你讲这个 没有没有 我们大家吃饭吃得很愉快了 昨天晚上你跟柯文哲 顾立雄 还有周柏雅 周柏雅 本来邀了许天才 因为这些都是初选的可能的人 就是他曾经表态的 那我都表示尊重 那其实都是朋友 我们聊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是您有排挤柯文哲吗 我没有 对不起 我这问的有点直 不会不会 因为可能是媒体 他把几件事情就兜在一起了 尤其我们跟媒体见面的时候 其实中国时报这个记者 他没有在场 他是后来 后来很晚还出现了 要求说给拍个照片 后来我也是刚刚才看起来 我们当天 昨天没有谈这些 是因为之前在议会 我昨天刚好 在市议会的党团 他们就提到说 柯文哲 柯医师的问题怎么处理 是这样的话 我们才讲到说 如果是党内机制的话 那当然是党员为主 那才会提到说 那他不是党员 所以不是党员要纳入 党的初选机制吗 我说这个事情 可能要跟中央反映 或者中央把原则讲清楚 那社会上才会搞清楚 那当然我们也欢迎 柯医师入党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并没有入党 对 那另外就是说 就有议员提到说 那即使现在入党 因为要两年的 才能够参加选举 因为这是一般例子 那是不是党中央 愿意开特例呢 我没有意见 总是 你没有意见吗 党中央给他开意见 开特例跟你有关系的话 党中央没有的话 我不表示什么意见 目前都没有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党中央还没有时间 处理到台北市 因为他中南部 平中啊 还有彰化还没处理 桃园这一路下来 他认为台北市 大概年底才会处理 年底啊 所以最晚的时间 你认为最好 什么时候可以 把初选逼定 我觉得我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谋定活动 而且我想我对市政 已经都在进入了解的 过程当中 所以我其实那天 已经提出 我用大家觉得很棒的 一些基本的方向 所以你不在乎 但是如果 我觉得重点是 不是搞党内关系 那民调也要尊重 所有要表达意见的人 你要让他知道说 你想做什么 让大家有机会去判断 说真的 我票投给你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想经过几次 总统选举 很多人都会理性反省 我感觉让下一次的选举 越了以后的选举 大家会更进步一点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被政党绑架 如果柯文哲被党中央决定 把他跟民进党籍的人 放在一起做初选 把他当成准民进党人的话 你也不会抗议 我们不是我个人抗议不抗议 他现在没有这个意思 事实上党都没有 还没有 现在是媒体比较混淆 媒体 每次都是媒体 你说党没有告诉你 那个苏主席没有跟你讲 他要把柯文哲放到里面 做民调 做初选 你一定要点到他 我就可以透露一下 就是说苏主席 有一次来看我 聊了他很完整的跟我讲 党的机制怎么进行 然后有提到说 这个是以党籍的候选人为先 OK 好 所以苏主席已经跟您说过了 台北市党的选举 是以党籍的候选人为先 如果柯文哲先生 一直不加入民进党的话 就不在你们的初选的 这个 就参选人的比 就是说可能 竞赛当中了 因为初选是 同一个政党党员之间的规则 OK 对 那但是现在的困惑 可能是外界的问题 分析主席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我一直跟 表示说任何人 只要合乎法定条件 都有参选的权利 但是柯文哲 如果现在五党也有两年条款 没有过 那他可以独立参选 你说 他做五党籍参选人 因为他不是民进党 他不会再 那你们这样分裂 那你更选不上了 不是分裂 不分裂 我的基本原则 你要尊重大家 他有参选的权利 OK 只是说他有没有加入民进党 初选的权利 就由党中央去决定 那苏主席已经说 以党籍人士为主吗 那是因为中职会 有一套 机制 办法 OK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制度面 我们大家先讲清楚 而且我们大家要清楚 要不然我们也 我看绿营很多支持者 现在也是混淆的 对不对 绿营是他们也 真的是搞不清楚 然后媒体是故意混淆 你觉得媒体 媒体都知道 哪些人是党员 我们知道柯文哲不是党员 可是每次做民调都混在一起 因为苏主席没有公开的 完全彻底表态说 如果柯文哲不入党 我们就绝对不把他列入 民进党初选的 我想他 他大概也不需要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苏主席也强调说 他没有权利 就是中职会决定的 OK 刚才 所以为什么吕副总统 这么笃定的缘故了 就是 我没有说我很笃定 我是说第一个 大家照规矩来 我绝不要求这个特权 那就算是这样子 如果你初选 没有办法出现的话 输给这些年轻一代 你会觉得很没面子 我不会 我一向做有意义的事情 我只要做这个 你愿意接受初选的后果 那当然 你是一位解任副总统 那我觉得我退下来 我就是老百姓 而且我想我经得起考验 对你不需要有博爱座 不需要 你也不需要 我现在身心很健康 我吃素两年多了 非常好 是啊 那好 我们这个段先把国民进党内部的 这个您这个要 因为你要通过民进党的初选 我重申任何人都有参选的 全是这样符合法律资格 可是说进入党的机制 同样要符合党内的 这是你的坚持 就是原则问题 OK 好 这个我们拿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要看看 连惠心的这个事件 会不会怎么样影响台北市的选情 甚至影响台湾的政坛 李副总统 我们要请教您 马上回来咯 coco早餐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8点33分13秒 刚才我们呢 这个非常清楚的请教了 吕副总统啊 他从一开始要激将 后来他呢 这个也请请教了这几位 所谓的将没有参选的意愿 之后呢 这个投入了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初选 以副总统之尊 他非常这个民主的 这个用平民身份来参与选举 而且呢 希望这个党内按照机制 那柯文哲先生呢 他现在还没有入党 而且还有党的一些规定 也希望是按照这个机制来做 好 这个 李副总统的民主精神是这样子的 那不要求不爱做 很可爱 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 好 未来这个台北的政情 这个的发展 跟台湾政情发展 因为您现在已经是一个初选参选人 而且又是前任副总统 观察一定是特别这个敏锐 而且重要啊 连卫星昨天晚上 被约谈了四个多小时 五个小时之后呢 以250万元交保 那连卫星的这个公司 所涉及的这个所谓的禁要案 不管它这个发展是如何 您怎么看待 从事件被揭发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跟未来对台北市长选情的影响 我想现在大家对食品药物的安全 非常的关心 特别是这几年了 可能因为是媒体非常透明化 也很认真 结果揭发了相当多的这个 所谓黑心的食品跟药品 大家更关心 甚至都觉得食品药物的安全力 可能要渐渐变成国安的一部分了 因为太普遍太频繁发生 那这个这样的实境 突然这个连卫星 他所经营投资的这个 他叫健康食品里面有禁药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外力啊 或者是政治作用 我想关键就是证据充分不充分 那我觉得证据查出来第一个 假如说我证据不足的话 那就不排除有其他因素介入 如果的确查出来是违法的 是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从他的神坛走下来 就像我前一阶段意在表达 我觉得还是以一般党员的身份 来进行选举 我没有要求任何特确 你是学法的 对 所以我在讲说 你看连卫星这个案子 现在他已经交保了 他是被告被交保250万元 这个中间证据够不够充分呢 你怎么观察这个案子的未来发展 因为现在政策他也没有对外讲 我只是讲原则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一下认定 有没有政治力 假如是说不管谁爆料 谁检举 这个查证的结果果然违法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就把它简单化 做司法问题去看 他不会是简单的司法问题吗 他是连前主席的 连前前副总统的女儿 我们担任过八年 总统的陈水扁都已经在牢狱 而且现在已经是完全身心都被摧毁掉了 那政治是很现实 但是也是要提醒所有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赶快让台湾 真正走向一个没有特权的 法律之前真的人人平等 所以如果他做错了 的确是违法 也必须坦然面对 人民也要看清楚 没有特权的时代 即将来临 我希望早一点来临 那连正先生说 不排除有政治力介入 连慧欣他自己也觉得 好像动作很快有政治 人家还怀疑这是马英九 趁这个机会去整这个连家 这个情况对于未来台北市长的选举 因为你很可能的一个最大的敌人 就是国民党里面的 这个终生代的这个天王连胜文 这个怎么关系台北市长的选情 可是一样你猜忌 或者怀疑 或者要一定要这样认定 我个人比较愿意就是看证据 那反正他已经是被列为被告 而且昨天第一次被约谈 我想慢慢的 他那个警调单位一定会查出 我们来看查出来的证据 没有证据要还他清白 假如有证据 我想他也只好面对国法 那至于说 我们这样说罪不及欺奴 即使说林慧勋有事情 也不表示说连胜文就怎么样 但是可能也是一个警讯 就是我们今天要大家 我们希望司法正义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要脱下特权的外衣 不要认为说酷稀酷稀 轮不到我 我可以另外有一个空间 自己想做的事而不被外界知道 我觉得如果大家把所有的特权的外衣 通通脱掉以后 台湾社会也许是又更进步 你猜的 你推断这件事情 这个会是这个蓝鹰的内斗吗 我不太愿意猜 因为你说内斗也不稀奇 一路看来国民党从戒严 我们是受害者 一路看到现在 那可是我是觉得 我还是期待说 我们赶快步上正轨 就是民主法治 连副总统 他做过副总统 他做四年 一个前任副总统 他在一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的女儿涉及一个禁要案 他会说不排除政治力介入 我很直率问你 你觉得恰当吗 我想他应该是勾起薪酬救恨 我昨天就讲到 因为他想到他的公子 连胜文哀一枪 然后他的女儿现在涉案 他必然会很有感触 因为连家历代以来 都是皇亲国主 那么会司法也及他 子弹也跑进来了 我想他感触很深 就是可以体谅的 可以体谅你同意吗 同意不同意 就是要看下面 像连胜文这个 他的枪击案 我想没有人能接受那样的 最后结果 结果 就好像319一样 我们也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那现在连卫星的案子 我们就希望说 就调查的结果 那个市政要公布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层 大家的判断 这样子 那副总统 如果你一旦民进党提名 您做这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明年进入选举 如果台北市长的另外一个国民党 所提名的就是连胜文先生 你会用连卫星这个事件 来攻击连胜文吗 这还是假设性 假如他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我们要还他千白 我们还是要替他主张 不应该这样子 说他无眠 那假如真的是有的话 那他就面对国法 但是我还是强调 罪不及欺奴 所以你说他的弟弟 跟他姐姐之间 除非又查出什么 我的意思是 假如完全不相干的话 不可能 所以你不会用连卫星的这个案个案 来质疑连胜文做台北市长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是不是连胜文先生要选 那如果他要选 当然也会随着他自己参选意愿的表达 还有这中间他对连卫星案的看法 是会只有公平 他前阵子说这只是小菜 他如果参选的话 以后煮菜会来 他会让大家兵煮尽欢 这是连胜文的回应 我知道他讲话 他是非常非常有技巧的一个 你觉得他讲这个话适当吗 是一个好的候选人吗 适不适当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听出他话中有话 那我也可以 话中有什么话 我相信他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斟酌讲出来的 听得懂的人就是他要传达讯息的 我觉得他很会讲话 你觉得他在传达什么讯息 兵煮金换这件事情 因为他他作为一个枪击案 而且这么奇妙的一个枪击案的受害人 我可以感受 别忘了我也是枪击案的受害人 三与九我是枪击案受害人 两案都没有破 我们只是心境不一样 我是我可以超越很多看问题 对那他我很体谅 你是连胜文 你想想想看一颗子弹这样神奇的贯穿 就是非常神奇的 所以你说他那一段对电微信案 我觉得他们连家真的会勾起 会牵手就很 你说他话中有话是说给谁听的 说给 你比我聪明啊 我没有 我说过马政府听的吗 还是说给未来的可能像你这样的参选的政敌 他一定会认为谁是加害他在线的人 就是那个枪击案的 我想任何人说过他这样 都一定会一辈子的 一辈子 这个我可以体谅他 我请教你 对于连胜文这个枪击案 据我了解连家人到现在 都不都不谅解 马英九总统的政府对这个案子的处理 你同意吗 我们把它讲说 就是对司法当然还不够谅解 同样我三一九我也不谅解 我坦白讲三一九 我不久前有进一步的这个目击证人 本来我要安排跟特征组见面 因为我觉得要寻法律程序去做 结果提前两天 这个马王的事情 这个窃听案爆发 那我就感觉到说特征组要出事了 他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把这个宝贵的证据保留下来 哦三一九啊 对所以其实我还是蛮期待 连胜文先生应该还有勇气 虽然司法路性已经走着 他如果知道真正的怎么样 我们应该一起把这些 这个法不容天不容的这种事情 在穷追导致 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跟连胜文 你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两个枪击案件的真相 因为我们都不需要暴力嘛 对不对 任何事情的暴力 不管是家庭暴力 社会暴力 政治暴力 我们都不需要 那所以最好追真相 免得真凶逍遥法外 我的基本信念是这样 三一九我也是担心说 因为真相不明 其实真凶逍遥法外 他在后面笑 笑我们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那我想连岸可能也是这样 也许枪击手抓到了 可是真正幕后的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追到底 要杜绝所有的暴力 你同意连胜文跟连赞先生夫妻他们家里对连胜文枪击案这件事情的真凶的幕后主持者可能还没有抓到这个恐惧 你认为是你接受的 而且你认为是存在的 我想普遍大家都有这种疑虑在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会很愿意说跟他一起讨论 如果有必要他愿意 我们一起来弃胸 因为这两个枪击案都是重大枪击案 可是就是真相还不明 对于是国人应该共同关切 因为我们两个都幸运的活下来 所以不是私人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是蛮严重 因为那个货源还在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大家都反对暴力 就我知道连家对这样认为马英九总统的政府 他认为连在气凶方面 马英九总统政府都不是那么的 全然的支持这个连胜文他们家 对这件事情的疑虑 甚至于还怀疑这个背后的杀手 是不是跟政治有关 像这些你都认为是合理的 这两岸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都是在很严肃 而且投票前一天 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 所以他绝对不排除政治因素 那第二个就是 政治因素会是反对的人枪击他 还是马政府想要形成一种 哀兵政策找人去把他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有公权力的 在弃而不舍罪出答案 以目前这两岸 这个司法对外交代的都不及格了 我想大家都不接受 那我就怕说真正的 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当中 至少以后不断有选举 不断大家都面临的会有这个枪击案 那你参选你会不会怕你的生命安全 我从来不去想自己的安危了 但是我觉得就台湾的民主发展来讲 无疑的这是一个噩梦 OK 我马上回来 如果是吕副总统代表民进党 连胜文代表国民党 那边两个人都有这个枪击案件的阴影 两个候选人 这个恐怕 联手破案 8点46分马上回来 气质暴力 吕副总统在我们节目现场 8点49分40秒 我们今天邀请的VIP是吕秀莲前副总统 他已经参与了民进党的党内初选的台北市长 这个要争取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 那其实在台北市蓝营要胜选是非常困难的 您上次说要试试看 有一家报纸还写了一个黑白集 这个联合报说欢迎你来踢馆 因为台北的蓝绿生态比较不一样 更何况如果连胜文这个代表国民党的话 连胜文是比较年轻 跟您有世代的差距 那所以也有人 所以才为什么最近大家形容说您是祖母绿 这个为什么你不交棒给年轻人呢 要自己来参选民进党需要世代交替啊 这个我这样问呢 恐怕副总统也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任何问题我都接受 但是我们看看美国现代史上 政绩最好的总统是雷根 那把美国的国力啊 整个带向一个比较萎缩的是欧巴马 欧巴马是非常年轻 非常smart 但是完全没有经验 他做过参议员 州的参议员跟这个联邦参议员 都很短的时间 而且都是刚好特殊状况他当选的 没有行政经验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他就只言说 发表了说我在现场 而且离他蛮近的 他迟早很华丽 可是坦白讲我听完 我做过八年副总统 我马上想说 美国的总统几乎是世界的王啊 因为他的决策会很想全世界 所以他的内容是华丽而没有 几乎没有具体的内容 果不其然后来知道说 他的演讲稿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 帮他写的 很美丽的辞照 那相对的雷根 他出来选的时候 已经年纪很大了 七十几岁了 对 可是我想大家还是非常坏 所以你的意思 你未来 我要讲的是 代表民进党 如果一个 你面对一定是年轻的世代 不管是台北市 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里面 不管是可能的连胜文 针手中 蔡振元 秦慧珠都是比你低 一两个世代 那没有关系 我以前也是年轻人去挑战人家 但是重点 我是认为 我要讲的第一个 现在人口普遍长寿化 都延长 所以我们其实也要重新检讨 退休年龄 是不是要延后 或者还有第二个 第二春 整个我觉得很多都要重新思考 那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一个人 他身心不健康的话 跟他年龄没有必然关系 年纪轻轻的 也有头脑不清楚 也有身体不健康的 那年纪大 如果他身心都非常OK 那我相信 见到我的人都知道 我头脑更清楚 因为我的历练非常的多 这个代表一种智慧 一种经验的话 那是一个 一支资产 绝不是负债 所以年纪不是你的障碍 怎么会可能是 而且所谓民进党 这几个天网跟我年纪 其实都差不多多少 你没有阻挡年轻世代起来 比方孤立兄 他才五十几岁 我没有阻挡 我们他的公平坚持 我没有要求特决 我没有要求博爱做 OK 这已经非常尊重 欢迎年轻人 我们该问的都差不多问了 就是关于所谓 祖母绿的问题 不过你 你很生气 人家说你祖母绿 祖母绿很棒啊 虽然我不懂珠宝 大家都知道 祖母绿是 价值昂贵啊 你有没有过 拥有过祖母绿过 没有 你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喜欢珠宝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到欧洲去 很多去参观很多宫廷 他们都很多珠宝 我看完又腻了 我说你再有 也不会有他 让别人去拥有 我们非常谢谢 最后三分钟请教你 还是石安 你觉得这一波 这个油的问题 卫福部 政府 行政院 马英九 到美牛 你知道吗 美牛的问题 人家韩国都已经去 谴责美国人了 你们怎么可以 那个把那个 毒的瘦肉精 就是罗珀特奇 这种东西的牛 给我们 那我们政府 一个这样讲 对我知道 最重要就是过去 我们没有很重视这个问题 你讲的是美牛吗 还是 不讲食品安全 我们广泛来讲 那所以看起来 我们的法律 立法也不足 那个威和性不够 再仔细看 我们政府 关于食品 卫生安全的 这个整个检验机构 它的编制也不够 人员不足 经费也不够 我听说 这个要去 做检验的仪器也落伍 所以要做全方面 最后当然我觉得 所谓什么人心险恶 就是说 我们整个社会教育 还要加把劲 大家要没有良心 我一直都提倡说 我们每一个人 说良心话 做良心事 赚良心钱的话 社会就平安 你说台北市长 你会怎么做食安 我刚刚讲的这几样 中央权限方面 我们也可以建议说 修改法律 叫立法院 应该重新在 现在情况 甚至应该升高到国安 我都觉得 因为太普遍 现在的 考市长的食品安全 你觉得做得对吗 做得好吗 可能还不够积极 听说费用也不够 检验的仪器 已经很落伍 因为我昨天在十一会 我特别请假 副议长就跟我讲到 说这个全部人员 编制46个 那可是呢 最主要仪器也不足 经费也不够 台北市 台北市 我停掉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全面检讨 升高到国安 从行政院来 有一个特别来指挥 跨部位 因为这是跨部位 不是左手推给右手的事情 目前这个很不好 然后我会想到说 如果我 能够主政台北市 可能我们还借用民间的力量 就比如说民间 有相关的食品业 他们有很好的检验仪器 那还有就是这样的专家 场观学员 大家一起来面对 特别来支持消极会 然后社会公正人士 有这样专业背景 大家一起 我们大家很怀念 就是这个林杰良教授 但是我想还有很多 这样的专家 应该组合起来 为食品安全把关 关于美牛 其实他们那个美国的出口商 这个应该一定要负点责任 那也是我们对外的关系 都太柔弱 太软弱 你觉得我们对美国 应该要求更强烈 我觉得我们执政的时候 只要有人说 美国牛肉有问题 我们第一时间就卡掉 卡掉以后再谈判 他当然使很多压力 所以阿伯有时候 受到美国的一些欺辱 大家都在笑他 其实我们常常是为了 这几个事情按把关 没有让外面知道 嘿,我是伊兰的舞茶DJ维多